这里是意大利的海滨城市 里米尼 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出发 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圣玛利诺共和国 前往这个国家很简单 在里米尼车站的对面 这个小杂货店 里面去购买一张巴士票 这张巴士票只要6欧元 也就是说大约40元人民币 我们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了 巴士站就在小迈步往前走 大约200米左右 非常的方便 好,Let's go 我们坐上巴士 出发了 里米尼是亚德里亚海边的一个旅游城市 它有15公里的沙滩海岸线 在欧洲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旅游海滨城市 这里过去也是一个国家 叫齐沙尔皮尼共和国 不过它在拿破仑时代 就被消亡了 并入了意大利王国 巴士的方向 是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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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步進入聖馬利諾 說實在我們也不知道國境縣到底是在哪裡 但是感覺從這裡的一個階梯走上去 這已經就是聖馬利諾了 看到國旗了 無疑這就是聖馬利諾了 這是聖馬利諾的車牌 作詞文章詞文章詞文章詞曲 詞曲 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的一座雕像是为了纪念在2004年9月1号 在俄罗斯发生的别斯兰人质事件 在那个事件中死去了大约300多名中学生 这么一个小的国家 他们有面对世界反对恐怖主义保护儿童的担当 国家再小也会受到世人的尊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圣玛利诺的宪法成熟于16世纪 由拉丁文字书写而成 迄今为止依然有效 所以圣玛利诺的宪法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 这座雕像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和将军加利波蒂的雕像 这个秀尊广广广场 它的名字也叫加利波蒂广场 18几几年的时候 加利波蒂因为躲避奥地利入侵者 曾在这里避难 所以后来意大利人感恩圣玛利诺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吞并圣玛利诺 请留下来 阿姨 你不准备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由广场 别看它这么小 这里可是这个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也就是说这里是这个国家的心脏 圣马利诺的军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小的 他们有一支前线部队 叫做岩石卫队 这个岩石卫队专门是负责保卫巡逻和保卫边境 并且保卫国家的政府机关 这组城墙是十三世纪 保卫国家用于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保卫国家用于防御城墙 博尔盖奇是意大利钱币学创始人 后来他入籍圣马利诺 还一度做过圣马利诺的外交部长 现在的圣马利诺钱币上也有他的头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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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史记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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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圣马利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圣马利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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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